好,那在影片上我就直接把它長出來 在這邊我想要再加入新的操作 直接開始長Hair & Fur 好,那直接長的話有個缺點 就是它就照著我們的模型長 因為引導線就是照著這個點生成的 引導線就是照著這些點生成 所以即便我去做一下梳理 那它的邊緣會很銳利 毛髮的那個行程邊緣會很銳利 所以我們要做一下處理 好,regrow一下 Hair先拿掉 不用拿掉,直接一起做也可以 或者我拿掉做比較清楚 我先把Hair拿掉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功能 其實是對它畫貼圖來控制密度 那我把它隔離起來 畫貼圖控制它的密度 那這個畫在哪裡呢? 畫在Vertex Color上面 所以我在這裡啟動Vertex Pen 好,那你可以看一下 預設的顏色是這樣 把它全開,它全白就是這樣 那白的地方就會長頭髮 白的地方就會長頭髮 所以我用筆刷上來 筆刷縮小一點 搞錯,Auto Auto力量,Shift大小 那你就 這裡切換是說沒有材質 有Vertex Color顯示再加光影 跟純純看Vertex Color 所以我現在可以 比較說我只看Vertex Color 然後畫的顏色是黑色 筆刷再小一點好了 因為有點刷到過頭了 就刷到這一個了 水的筆刷 這是Smooth 好,那沒關係 先通通外圍刷一圈 或者全部刷黑也沒關係 我要的是邊緣呢 沒有毛髮 最邊緣不要 它不要造的這個造型長 因為如果你造的造型長的話 就會很硬 像這一圈應該可以再選大一點的範圍 其實像這一圈應該可以再選大一點的範圍 先塗黑沒關係 好,然後再拿 再塗白吧 好 那根據你鬍子想要長的樣子 可以做調整 所以我覺得想要讓它長成 我可以這樣子控制進來 好 好,那到時候鬍子會長這樣 鬍子生長的區域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這裡 點一下 太白了 好,這樣差不多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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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樣子 這裡的鬍子會比較少 這裡會比較多 這個是 利用 我現在是拿 Vertex Color 產生一張繪接圖 那當然我也可以去 不要用 Vertex Color 而是直接在 哇 這樣不好看 密度不太夠 就是這個面數的密度還不太夠 我控制毛髮 大概這樣吧 沒關係 有一點不均勻也沒關係 可以可以 這樣 再刷回來一下 我只要留中間就好了 然後 用 Smooth 就可以控制 這個 什麼都是太過去了一點點 好 這樣子 這邊的眉毛會比較稀疏 從今天比較明顯 好 這裡剛剛 你就把它當作 你要這樣講 那個毛髮很多 參數可以用貼圖控制 那你給它黑白 就會控制它的長的密度 長的長度 捲曲的程度 全部都用黑白做控制 就原本那個參數的0到100 會變成灰階來抓 那這張的用途 現在的用 要用就是用在這裡 放在前面好了 好 放在後面 放在前面其實根本沒差 好 不管 好 可以關掉 好 這個操作比較特別一點 然後打開材質便利器 這邊統統清掉 先清掉 清掉 Delete View Yes 好 那不需要拉材質球 因為我現在只是一張圖 所以直接找到 Ventice Color 好 現在這個上面的Ventice Pen 你可以去看它現在 畫的就是畫Vertex Color 好 所以用的現在就是這個 這一張就是這個 現在上面有的 有畫就有 好 有畫了就會有 如果你要低管吸它的話也可以 你就會看到它會變成 額 這是Morph材質 它知道前面的資料 好 來看它怎麼用 Hair and Fur上去 好 然後把這張 這張 這張 拖給 Density 連動 好了 應該就看到了 毛髮 根據我的那個 原色的深淺 好 那密度就會不同 生成的密度不一樣 那這樣子我會比較容易做 操作 而且主要還有另一個是 它在 臉上看起來比較不會有一個 好明顯的邊界 非常明顯的邊界 它現在的深層呢 就會 邊緣會見淡 密度會減少會有變化 那當然長短我還沒設定 這張圖也可以給長短 這張圖也可以給長短 如果你也給丟給Scale的話 好 就是連長短都是會接控制 好 那個 越深色就越短 不過我現在不要用這個 控制 我要用梳理的 好 所以這一部分是這個操作 那 作為 鬍鬚跟眉毛跟頭皮的模型呢 Render的時候都不可以見到 所以物件屬性裡面 Renderable都關掉 這個選項都勾掉 那這樣在算圖的時候呢 就只會有 眉毛 而且不會 會 他的毛的生成的位置 就會比較 不會有很明顯的邊界 不會像我現在講義上 抓的那張圖那樣那麼硬 好 就是有塊很明顯的邊 這樣做法就不會有 所以頭髮會一樣的做法以後 邊界的地方就會比較稀疏 好 那 快看一下 頭皮 隔離他 一樣的操作 這裡很快一下 Batex Pen 你可以先去看一下 他是不是原來 原來是全白 沒有錯 那我們畫的時候就是 周圍繞一圈 還有 這個Batex Card 跟點面數有關係 所以如果點面數不足 那畫上去 就不夠用 對稱筆刷打開 比較快 像我現在就是點面數不足 所以 這裡可能畫上去 等一下要把中間刷成白色 直接就一點點漸層過來 把它換成白色 自點中間就好了 OK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這裡還沒刷 這裡還沒刷 這筆刷對稱性好像不是那麼精確 好 這樣子 這樣子 一樣Skin Wrap 等一下還要再抓一次頭 取消隔離 先抓頭 add 腦袋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那 Vertex看來還沒進來 所以 再建一個 這個沒有命名 所以自己要命名 Density 密度 OK 那這裡 它長出來就會是這樣 這邊就比較沒有 這邊也會變淡 底下也會變淡 那就跟你的模型的邊緣不會那麼明顯 一樣不能被Render 讀一下 讀一下資料庫 這個好了 可能會很膩 這個也讀一下資料庫 等一下再換別的資料庫 好 先 看一下 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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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好